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了,首先 西日不透視第三次 沒錯了,我太急了 首先,問你有沒有回答到 兩年後會不會借皮 你衰衰對民主黨都熬了十幾二十年 兩年後的事,其實 現在這一刻我當然說自己不會 但兩年後的事很難說 但會不會變成呂志偉、陳一岳 陳一岳 短古是不會的 但你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嗎 沒有人可以排除任何可能性 你結婚的時候當然會說他一生一世 很多人結婚後一年都會收皮 我們監察著,互相去勉勵 這就是社群的可貴 你怎樣看現在的組織呢 政黨那些 政黨那些 有沒有好的組織先說 先賺就快 先賺就快 好的組織 好的組織當然有 近年,譬如天星皇后 寶玉組織這幾年走了很多出來 他們的能量真的很強 是的 譬如蔡元村 你本來不會期望一群村民可以說到這麼多論述 對政策有這麼深的了解 但他們和那些村民一起去長期抗爭的過程 他們做的在地工作 是真的現在可以連村民出來都會說到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我們要爭取 還有又會說到這個是一個整個土地政策的問題 而不是說只是撐我家才坐 這個是他們有強的地方 他帶了一個新的文化給香港人 香港社會 好像都是一些保育方面的組織 這幾年裡面 就是砌起了保育這件事 這個文化和所謂保育 其實是帶起了一種新的反思 不是很現代性的那種 要發展、生產 那類的東西 走回到人本身的專業和家庭 就是挑戰了發展時硬道理 這麼惡居的說法 是的 除了環保和保育方面的組織 這幾年 你有沒有看到其他組織 是值得你的表揚的呢 或者沒有的 那些政黨也是壞的 如果你說政黨就 五區總辭 五區總辭 怎麼看? 五區總辭 你們發懷而已 我說話也是 五區總辭 不是 我不會針對你一個 五區總辭 五區總辭這些當然應該做 它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但是在目前這個死局 你可以怎樣做 你要找一些新的方法 五區總辭 起碼你可以造成討論 可以造成關注 現在不是沒有討論嗎 民主黨的調查 越做就越縮 市民都不覺得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就應該有些人去搞民主黨 給它一點壓力 不只是你可以搞政府 你搞得政府不大力 我就在後面搞你 對 那你全面又大力一點 對 對 因為他們經常講民意 講民主 講人民的意願 那你 Jekyll這個說法是對的 對於民主黨 但是你怎樣推他 他也是這樣 民主黨的大佬 又不是這樣說 我說出來 可能被人忌 忌都沒有辦法 我很鼓勵 很多不同的市民 向民主黨 應該發聲 因為發聲 包括比較激烈還是不激烈 隨你們選擇 因為我覺得其中一件事 很值得留意 其實一開始 我說第一點 應該說了 很悶 整件事 大家已經覺得很佛味 我很尊重張文光先生 但是他提出一個推骨牌的時候 如果在五區總辭的活動裡面 推骨牌 那就有意思 不是你推一推 你把鬼 大佬 他就是那種做show的心態 PR公司 你變成 我們參與了很多年的人 又是一起去做這些事情 又是幫黃絲帶 行一輪 像你所說 整件事都是很失落 而且很累的 真的體力上 和心力上很累 我們很想尋起一種新的刺激 對於這個政府 有一種新的撞擊 搞保育運動 搞旅行運動 最大是什麼 是整個文化 整個社會的一種反思 所以民主黨的朋友 各位兄弟 要看一看 其實Jack子做的事情 很激烈 或者大家覺得是這樣 去中 其實一點都不激烈 對 相對地 他們覺得 我也不覺得激烈 最少一件事 引起網民 社會 學校 不同人討論 你這個年輕人是誰 為何要這樣做 做來 有沒有意思 至少有人說 去想 我們寫論文都要寫出來 研究一下文化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做 誰寫 誰說 誰說 誰吹 你再罵 是 舊的 正港大佬 其實他們 一本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永遠不想有一個新共勉 有一個新共勉 沒有大佬地位怎麼辦 當然要保持現在這樣最好 沒有大佬 沒有大佬 老實說 你這個人說 吹何卓人也不要緊 說一半 有些 不是所有 或者是說這個利益集團 不是說個人 是他這一堆人 他要維護自己的那種地位 就是要這樣 就是不要變 就要罵你們自己出來說 民主黨真的很悶 香港政治上已經虧了給公民黨 也不要緊 問題現在就是 我不要說這麼多政治計較和利益的問題 你就想一下 大家怎樣去帶領整個民主運動 那你不行 只要你做民調做人 看《明報》做人 看《蘋果》做人 為什麼要組黨 剛才所說的 就是類大陸的思維 那些政黨的領袖、領導 大佬就是那些第二、三代的香港人 你不要一直罵大佬 你不要罵大佬 黨內的二、三溪隊 一樣是這樣 年輕人和你那些什麼一樣 差不多年紀那些 又是這樣的想法 傻子 所以我為什麼跟他們玩 不跟他們玩呢 其實有原因 我覺得是沒什麼用的 想起這個世界的思維 就是僵化在那裡 當自己有機會做執政黨 當自己真是反對黨 我說現在的反對黨 真是反對黨 不過這是什麼反對黨 你永遠不會有機會做執政黨 就是反對黨 或者甘於永遠都要做反對黨 沒有問題的 而不是你給我分章 我就拿分章 你叫我去北京叩頭 我又去北京叩頭 所以你說好像訪問我 變成這樣 我很幸運的 譬如驗讀事件 整個立法會黨團 以及大家 是不想事而去覺得 是應該做驗讀的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拆回報章 我沒有屈民主 事實上是這樣 我自己在阿興姐 那本書 最新的那本書 其中一個罪 我寫了這件事 至於驗讀 我覺得大家沒有談過 為什麼大家不用路 驗讀所帶來的人權問題 將來的管治問題 整個文化的結構 是不想的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發生什麼事 這些黨 我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最慘的 我連發生什麼事 我都解釋不了給大家 你死了沒有 所以社民連的出現 不斷少你們民主黨 是否真的抵少 其實除了說粗口之外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抵抗的 是啊 不是初初社民連出現的時候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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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 現在又怎樣 那社民連又怎樣 現在又怎樣 你說現在 社民連 好像王主席前陣子 又在罵人 開了大會 在大會 是的 自己又開咪 又在罵人 我這不是黨員 他又罵我 那他做什麼事 那他做什麼事 就是 聯絡你不是寫文連的 人家以為你寫文連的 可能是吧 不要以為是激就寫文連 他不能夠壟斷了 激這件事 或者是前進這件事 他經常都想壟斷的 好像文台他經常當是自己的 他很瘋的 那就不關事 文台出現先 還是社民連出現先 是 對嗎 是 我不是問台給別人 不要誘惑我 不過現在在我們唱台 那裏做節目 抗爭前陣子 先說 抗爭前陣子 我們是免費的 又沒有賺錢 大家義工 沒有所謂 當然要賣廣告 抽水 沒有所謂 今天星期是怎樣做 逢星期三 晚上10點開始 抗爭前陣子 專門講抗爭活動 抗爭活動 怎樣 其實你現在 你有什麼 未來會覺得 有什麼打算 不斷抗爭 過個星期是去抗爭 有什麼 出門書 有什麼興趣 抗爭後有什麼活動 沒有 我暫時全心投入 抗爭 很好 真的很好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臨後幾十秒鐘 我有個朋友 原本是做綠色和平 綠色和平 經常做一些很爆的活動 後來他轉了工 去另一個 補育的一些機構 那間機構就很不爆 他做了三個月後 會跟我說 我現在很不舒服 每天回去 我開始懷念以前 綠色和平 那種什麼採用勇士 什麼小 三鎮拳 那些 我跟他說 那你就回去 因為他裏面那套火 原來是 他以為熄了 原來是死灰復燃 其實就是這樣 有沒有辦法 說第四節 因為還有五三學 還沒說完 怎麼都要說回五三學 我們 外面了嗎 下一集再說 下一集 謝謝各位 謝謝